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 我们先来给大家聊一个只有现今大陆才有的意象 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象 好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魔幻的意象到底是什么 4月11日下午 前几天还是二十几度的黑龙江哈尔滨 在遭遇4月10日沙尘天气袭击以后 突然一秒回冬 降下了四月雪 大片雪花在风中飞舞 哈尔滨气象台11日报道 11日下午 该市同时出现了大风沙尘和降雪 气温也快速的下降 14时到16时 城区降雪量0.1至1.3毫米 属于小雪量级 最大阵风风力达到了6至7级 当天上午 哈尔滨还黄沙漫天 下午天空就飘起了鹅毛大雪 沙尘大风降雪组团来 哈尔滨下雨下雪又下土 有网友调侃说 在下土下雪下雨之间 哈尔滨选择了泥甲雪 有网友说 昨天也就是11日的这个雪化了就是泥水 从教学楼跑回宿舍 马不停提取洗了个澡 真的下雨下雪又下土 而且前一天下午两点天黄的要死 感觉空气里全是土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呢 雪是很白很厚的哈 父母呢 都把家里的这个毛泥大衣什么的拿出来 在没人踩过的雪地上用棍子什么的拍打一下 然后呢 这个大衣上的灰尘就附着在雪地上了 衣服就干净了 可是这些年呢 只要下雪啊 不用这种之前有什么沙尘天气 东北这两年只要下雪就得刷车 第一波附在车上的雪一定是一层油泥 大家就想想这些年中国的环境污染变化有多大吧 对于这次下雪泥巴呢 也有网友说 11日哈尔滨的天气是相当复杂 凌晨30至40下了雨 抑制了一下沙尘 之后沙尘浓度又增加 下午16时 哈尔滨又下了雪 下晚泥雨 下泥雪 其实东北四月下雪啊 也不是没有 但这种前一秒黄沙漫天 后一秒泥巴满身的倒霉景象呢 实属罕见 这冰土两重天的世界啊 实在是很魔幻 难怪有人呢 在网上说哈 如果你没有带伞呢 还理直气壮走在沙尘雪花当中 很可能最后成了泥人 人们戏称兵马涌了 在空气质量好的国家呀 下场雨淋一下 没啥大不了的 但在中共国呀 大家还是处处小心吧 变成泥人不是最坏的 就这么污染 早晚有一天得把人浇化了 所以出门呢 别管雨雪 带把伞还是保险的 东北这场大泥巴雪呢 也是因为近日大陆沙尘暴来袭 中国至少18个省市出现了沙尘天气 沙尘还南下跨过长江进入江南地区 在历史上呢 江南地方基本不会发生沙尘暴的 所以说呀 最近沙尘暴竟然跨过长江 致使江浙户的民众们都要尝尝吃土的滋味了 一般来说呢 沙尘天气可分为浮沉阳沙和沙尘暴三种 其中啊 浮沉的这个强度最弱 烧强的就是洋沙 再强啊 意思就为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 大陆本次沙尘呢 不仅上海等地居民吃土啊 南下的沙尘也影响到了北京 据北京气象台预计 13日5号偏南风加大 阵风达6级左右 南下的沙尘可能伴随回流北上进京 北京沙尘暴话题时日那时迅速穿上微博热搜榜 有人说呀 一呼一吸全是撒哈拉沙漠的味道 这么大的沙子惊呆了我呀 北风吹过去 南风送回来 地铁里呢 都是沙土味 早上好 开始吃土的一天 那有网友就揶揄说呀 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 这是国家被妖怪把持了 还有网友说呢 在中国活着就偷着乐吧 还在乎什么沙尘暴 也有网友呢 联想到中共啊 占天斗地 于是说呀 恶劣的天气中共很不妙啊 风沙滚滚 铺田盖地 咋不灭了共匪 年年吹自杀成果 天灭中共真不假 毁灵的代价 内宣是外蒙古 永远赖别国 喜欢到处搞破坏 什么砍树造田 什么挖海田地 其实呢 被一成二十七种语言 并且在世界广为流传的九评共产党一书呢 早已经指出了 共产党宣扬啊 人定胜天 斗争哲学 藐视天地自然 毛泽东说呢 与天道其乐无穷 与地道其乐无穷 与人道其乐无穷 共产党从中的确是获得了快乐 红色政权呢 以杀人为乐 顺便呢 还捞了钱 而人民呢 却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乱砍乱伐 堵合填海的结果呢 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 至今呢 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海河黄河断流 淮河长江的污染 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 甘肃青海 内蒙新疆草原的消失 滚滚黄沙是扑向了中原大地 可能呢 有人还记得哈 中共国不是轰轰烈烈搞了万里大造林吗 帝国又利民的造林运动吗 每天都上CCAV 一个男的循环网复念着那动人的口号 不停给国人洗脑 不仅上央视啊 还得拿官方的奖项 拿奖拿到手抽筋 这个口号男呢 曾被中共官方媒体称为 共和国经济建设功询人物 创业事迹呢 还被载入了 这个中共国大型历史纪念文献 国魂艺术中 不仅如此啊 他还被封为感动中国的2006年 中国农村十大支付带头人 说来有意思哈 至今可能有人还都不知道 这个家伙呢 搞得万里大造林是个大骗局吧 还以为这个利国利民的项目在持续进行中的吧 所以为什么中共国越造林越沙尘呢 因为压根就没有人去造林 偷着砍的有不少 我曾经认识一位护林员 他后来出来考研了 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不再被偷罚数目的罪犯们拿着枪 把他们一众护林员绑起来 威胁他们低头认错 因为这些护林员抓了一个偷罚的人 所以在中国千万别听什么央视啊 政府的宣传和奖项 看效果之真 而且在中国呢 得奖越多的宣传的越厉害的 那基本就是骗子 现在呢 中国经济困境 渐渐波及了中共体制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人 早前观察人士曾预告啊 这类危机会动摇中共政权 4月8日 一个微博账号发文说呀 万万没想到城管也要下岗了 这个微博账号的IP地址显示是广东 贴文透露啊 自己同事的儿子是城管 已经接到被辞退的通知 5月呢 就要全部清退 儿子基本上是大专 一毕业就去做了城管 至今呢 已经干了8年了 没想到32岁啊 就要失业 儿子的媳妇呢 还在家照顾孩子 没有工作 一家人压力特别大 另一段贴文说呀 自己的女婿做了8年辅警 没想到呢 居然被清退了 37岁失业 打工都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这日子怎么过呀 女儿打电话过来呀 那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网传多地辅警和边外城管呢 被大量清退 有的地方呢 据传要裁掉一半 辅警和城管呢 一向是中共维稳阵营的 基层力量 那对中共政权呢 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居然被大量清退 从网络消息来看呢 有的地方是要裁掉一半 这一来呢 是因为中共在 三月全国二会上呢 下令经检机构 不仅中央机关 要按5%的比例 进行经检 各省份呢 也要自己制定比例 自行经检编制 二来呢 是反映中国经济 糟糕的程度 有网友就评论了 清理边外城管只是开始 接下来老师 医生护士 边内底层中层 中共政权将岌岌可危 资深媒体人 严纯沟呢 今年稍早 曾连续发文分析说呢 财政问题 会分化中共官场 也会让中共的打手 躺平 让中共陷入最严重危机 严纯沟曾写到呢 中共官场靠利益维系 现在呢 中共机构改革呀 重新分配官位 有人呢 要头衔制散 有人要降级使用 有人要被迫退休 这将在官场 引起极大的震荡 打击高官的忠诚度 和积极性 制造高官之间的裂痕 此外呢 中下层政府雇员呢 也面临着悲惨的前景 调职的呢 要重新适应 减薪的呢 要忍受 失业的呢 要望天打挂 这对于那些 投机分子而言 是一次空前打击 他们大概率呢 会选择躺平 消极抵抗 其实呢 他们这些硕属啊 把这个国家都吃空了 现在应该是到 还的时候了 而现在呢 中国遍地是民运啊 城市中呢 有大量失业的年轻人 农村呢 有天文数字的 返乡农民工 这批对未来绝望 对现实不满 对中共呢 有薪酬旧恨的生力军 随时都可能歧视造反 严春钩认为呢 中共面临建政以来 最危重的局势 三年大饥荒 文革后 经济崩溃 以及八九六四 中共呢 都找到了解救的办法 例如啊 文革呢 以改革开放解救 八九六四呢 以维持中美关系解救 但现在呢 所有解救之道呢 都被习近平给毒死了 严春钩推测呢 习近平现在的思路是 置诸死地而后生 硬着头皮走下去 对外呢 准备世界大战 对内呢 准备血腥镇压 这话怎么说呢 今日法国总统 马克龙访华呢 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别管中共 对内经济如何不好 但是中共对外呢 却肯花钱 毕竟这个钱呢 不能白花 一旦对自己的民众动手了 甚至对台湾动手了 至少这些 拿中国手软的国家 不会对中共如何 而马克龙呢 也明确说明了 这个世界 已经从单级 变为多级了 那么法国 再也不需要 跟着美国 做小跟班了 其实呢 经济数据 是骗不了人的 这两年 别看各国政客们 挺能喊 但对华投资 可是不将反生的 所以呢 大家就想 为什么叫 天灭中共 天灭中共啊 是不是 所以咱们呢 就自己从内心 远离这个邪灵 等老天灭共的时候呢 就会带走 那些邪灵的追随者 而看清真相 远离邪灵的人呢 将会被留下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